行义拳是属于长寿拳 也属于战斗拳 据考证呢 它是发源于山西的雨季 饥饥渴 创始 编了这个心义拳 就是咱们心脏的心 最后象形取义 现在变成了行义拳 行义拳呢 分为行义 还有心义 还有心义六合拳 行义拳呢 它主要是象形 披 奔 钻 泡 横 五行 还有十二行 那么这五行呢 就对应的筋墨水火土 就和咱们的五脏 肾 肝 脾 肺 腥 这些 那么对我们身体呢 也非常好 现在上场演练的是 来自山西的张静女士 她自幼随父张熙贵 习武 擅长行义拳八卦掌 魂元太极拳 富山拳法 冰杆长拳短拳螳螂拳 以及刀剑等拳术 张静女士现任山西省武术协会常委 山西省行义拳协会副主席 山西魂元武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是富山拳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中国武术的七段 国家一级裁判 国家级武术段位考评员 她给大家现在表演的应该是 魂元综合行义拳 那么张静女士也曾多次参加全国的武术比赛 以及国际武术邀请赛获得金牌 确实看起来非常刚进有力 身法也是很矫健 而且步法的协调 也充分体现了这个行义拳明镜的练法 魂元行义拳其实是中华的武林百 结合中国武术九段 张希贵先生结合了众多行义拳的特点 综合的来形成的这么一个要领 有很多的这些像 身正不稳 起如挑战 快速完整的这样的一些要领 现在展示的应该是王海生 张静女士的徒弟 王海生先生应该是1955年出生的 自由习武 也是跟随山西省武术队总教练张希贵先生 系统的学习了解武术的四大群种 我们1974年的时候担任清徐县体委武术队教练 在九段名师张希贵先生的口传和身受之下 把现代武术跟传统武术的特点 有机的结合起来 王海生先生2014年在北京的国际武术文化交流大会上 获得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2015年在山西省的第29届传统武术锦标赛 获得五金和全能第一 2016年在香港的第14届国际武术节 获得了两金一银的成绩 2017年山西省第31届传统武术锦标赛 获得了两枚金牌 2018年平遥中华魂元武术碑获得了两枚金牌 2018年被授予山西省传统武术高级教练 国家武术考评员指导员武术六段 现在场上为大家展示的是张静女士的徒弟乔云莲 她为大家目前带来的是行义龙行舰 乔云莲女士今年62岁 是山西省行义权协会的常委 也是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员 中国武术的老六段 她也是中国武林百节张锡贵老师的弟子 我们乔云莲女士在2018年代表山西省 参加全国武术大赛 获得了行义权的银牌 冰跟金牌的好成绩 其实行义龙行舰是老前辈在行义权的原理和内容的基础上 本着五行香生香克之意 又结合龙的形象特点 象其形取其翼 所以称之为行义龙行舰 其实这个也已经完全的展示了出来 它主要流传在山西的太古等地 是行义器械的主打项目之一